平溪區金銅里保留原始老街面貌 更有以前的台鐵宿舍建築 目前作為礦業生活館展覽空間使用 因建築牆面上布滿攀騰植物 以及周圍懸掛的許願竹筒隧道 吸引不少遊客前來礦業生活館周邊廣場拍照留念 只是早年失作的木栈道及水泥路面都有坑洞 一旁河谷邊的木植護欄更是傾斜不穩 容易造成安全疑慮 老舊的城镇需要一些經費來維持 林毅齊議員有向我們市政府 征集到500萬經費來整建這裡 目前已經完成的一些整建工作 包括地面的鋪舍 為然因為年久失修也重新再整建完成 因為明媚的生態環境及古樸建築 常有網美來此處打卡 過去因為路面破損 經常發生高跟鞋卡在木栈道的狀況 還有過跌倒叫救護車送醫的慘距 如今小廣場及周圍木栈道已修理損壞部分 木植護欄也換成水泥仿竹欄杆 除了重鋪水泥 跨業生活館旁的木栈道也將與3月份 老街鋪面一同動工重鋪保障游客們能安全快樂遊玩 京同 這兩棟都是鐵六級宿舍 現在那個公所給它改變成博物館 生活館 這個地方好像比較特殊啦 比較特殊一點有很多植物啊 人家會喜歡過來看看這樣子 感謝我們里長有在做事情啦 然後那個公所又再配合這樣子 對對這個安全很重要啦 京同老街許多商家都是在地人 看著礦業生活館周圍 閒置腐朽已久的小舞台 就宿舍空間 透過這次工程改善其設施與安全性 讓空間得到活化 也期望能成功招商舉辦展演活動 讓商圈有更多發展性的可能 記者蕭浩文